廖老大飲料店加盟主把櫃台設備直接大啦啦 擺放在七樓行人完全無法通過 附近民眾怒批高掛座工藝不調卻不顧行人安危 連消防設施都沒有 目前店家雖然還沒有開始營業 但加盟店違規惹來負面批評聲浪 廖老大第一時間直播回應之外 也再次表達立場 雙方各說各話 今年五月廖老大跨足經營手搖飲料店 由於加盟境地吸引不少人加盟 已經累積了兩百間加盟店 但警方接獲陳情強調業者用雜物占用 其肉就是不行已經要求移除 酒店